Hello 我是李察叔叔 今天这是李察叔叔扫牙扫第三集 我们先讲个比较好玩的扫弦节奏 它是这样的 其实我几乎是跟着大家在一起重新学扫弦的表达 因为我其实不管这些节奏型的 我以前学扫弦就是摸着琴弦 然后跟着原版或者是跟着某个版本 最后弄一弄就会弄出一个自己的版本 然后我就满意了 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 他其实希望我讲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给你讲个坏消息 以下讲的就是我清楚的极限 它就叫做 这个节奏是什么概念 其实是 1 2 3 4 6 7 8 1 2 3 4 5 6 7 8 首先 1 懂 就是低音 换成C和弦也是 低音就是根音 以G来说它就是根音是六弦 以C来说根音是五弦 A minor也是五弦 就是它的根音跟手指没关系 根音是那个和弦的名字的第一个字 A minor 根音就是A 所以它那个懂是弹根音 它这个三四比较妙 首先它的二是空拍 一二三四 三的话它不是这样直接下去 它有点拖拖拉 然后上四是上 四是上 所以你如果有强迫症你可以说 跟空拖上 跟就是根音 空就是第二下是空 然后拖 就这个 它不是直接下去 是这样 上到是听过 我觉得 5 6 7 8就简单了 5 6 7 8 动动 搭 搭 搭 的时候弹根音 搭的话就是 你可以弹全部 你也可以学某几个弦弹 其实这个没有讲究 不要这么讲究 所以 之前好像有个人 发一首歌给我是 许冠洁 还有谭用霖的 一个什么 什么歌 大概就是这个节奏 还有那个 趁楚生的姑娘 好像也是 很多小調的歌會這樣子 來 試試看 那我們要幫這首歌取個名字 不是 幫這個節奏取名 就叫做 懂空 得拉搭 懂懂搭懂 好